十二层楼高公寓陷入火海 浓烟直窜天际 停在一旁的车辆也被火蛇吞没 乌克兰东部大臣哈尔科夫 惨遭俄军导引炸弹攻击 好几户住家火势极为猛烈 短时间内难以扑灭 附近公园拉起封锁线 同样被俄军炸得面目全非 到处都是碎片残骸 当时正在公园玩耍的一名十四岁女孩 不幸命丧于此 俄罗斯攻打乌东火力不减 宣称在宫下东部四个村庄 乌克兰也不是省油的灯 深夜空袭俄罗斯西部城市贝尔哥罗德 好几栋民宅起火 双方不断互轟 平民死伤惨重 利用无人机精准空投手榴弹 乌军攻进俄罗斯边境城市库斯克 三周以来声称以控制超过一百个聚落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也首度针对乌军跨境攻击表态 表示根据国际法 这属于乌克兰合法自卫行动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抵达美国 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 呼吁美方解禁武器限制 让乌军得以动用欧美远程武器回击 静新闻王杰蔡琼满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新闻